大家好,我是彩虹 周店里的糖饼为啥那么好吃 其实擀面条馅都有技巧 一捏心都跟着碎了 看到这样的糖饼,真是让人直言口水 别错过,赶快学说起来 300克面粉里加入3克盐 180克,40度左右的温水 搅拌成絮状 再加入15克油 下手揉成光滑少软的面团 装到保鲜袋里,饧面40分钟 这样饧面又快又好 然后准备35克面粉 加入40克热油,搅拌均匀 调成油酥备用 再来准备50克红糖 5克熟芝麻 15克面粉 在一起拌一拌 再用擀面杖擀均匀 装入到碗中备用 取出小好的面团 看一下,面团的延展性非常好 醒到这样的状态就可以了 案板多撒一些面粉防粘 将面团先上下擀开 横过来 横过来 这里注意看擀面细节 两侧割压一下 中间厚,两边擀薄 然后在中间涂上油酥 刮均匀 再将两边的饼皮向中间对折 放个面 将两边捏合封好 这样擀制之后 可以增加饼皮的层次 而且最外层也会更加的起层酥脆 接着撒面防粘 然后将面饼先压一压 再擀成方形的大面饼 再擀成方形的大面饼 厚度在2厚米左右 沥上油酥 刮均匀 在重上之下卷起来 平均分成8个大小均等的面剂 盖好防止风干 取一个面剂,先将两头捏合 再擀薄 折叠起来 这样又丰富了饼的内部层次 擀成薄饼 放上糖馅 不能吃糖馅的可以选择其他的馅料 像包包子一样,包好封口 像包包子一样,包好封口 端端圆 再从反面擀成小圆饼 这样一个生坯就做好了 点面盛开中火,运热刷宽油 依次放入饼坯 底部烙至上色后,反烙另一面 等另一面烙至上色 两面再各反复发烙一次 直到烙至两面金黄,饼面鼓起即可出锅 不用我多说 光听着声音就超级治愈 一年细碎 内里松松软软,层次丰富 并且还都是小薄层 糖馅的干湿程度也恰到好处 吃上一口真的是满嘴香 这个特色小糖饼 在我家这边的粥店卖得可火了 爱吃糖饼的朋友别错过 学着做一次,保证你会爱上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明天见,拜拜